天然取雕是真实动人心 这里是怪谈百物与周日党 仙人怪谈 大家好 我是妥仙人 在这个栏目里呢 咱们主要聊一些网友生活中的真实灵异案例 比如说 这个网友叫做顶问 他说呀 我是一个高中生 因为初中时呢 我是不学无数 吃和玩乐 走的体育路线 可虽然说我不学习啊 眼睛却弄出了一个600度近视 现在想起来也是挺后悔的 因为不学习 就作为体育上就来到现在这高中了 这所学校确实不是好学校 但是这学校也是挺不寻常的 因为这高中啊 以前是一个乱葬岗 十个学校八座坟嘛 我就赶上了 那么在这个学校上学过程中啊 我就遇到过一些灵异事件 有天晚上十一点多 我从寝室出来 要上这个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里边方便 在我临出门时就听见走廊里边有动静 好像是脚步声 这个也正常 可能是其他寝室也出来上厕所 可是我出来一看 发现走廊里没有人 而且我刚出来 这脚步声就没了 我们寝室啊 在这个走廊的正中间的位置 我就以为可能是听错了 就继续往前走 没走几步呢 就听着脚步声 在我身后响起来 嗯 我回头看了一眼 还是没有人 但是虽然没有人 借着走廊的长明灯呢 我就看见 在走廊另一边的窗户上 映出来我的影像 看得一清二楚 特别清晰 这就不对了 我是六百度近视啊 怎么可能看清楚呢 可当时我看得一清二楚 当时我就感觉 这事不对 但是我以前听说过 说遇到不干净的东西啊 你得淡定 你自己要是乱了方寸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想我就淡定吧 我就继续往前走吧 我就转身继续往前走 我发现这脚步声啊 还在我身后 这回我是不敢回头了 一直走一直走 脚步声跟着我 走到卫生间门前 卫生间门前呢 是一个门帘 卫生间门帘 大家明白 就是比较短呢 只有三分之一 我伸手撩开门帘的前一秒钟 这声音还在我身后 可是我伸脚迈进去了 声音就停了 好像这东西就站在门外不动了 我就故作镇定 开始在小便池里边撒尿 我刚开始撒尿 用余光就发现 这门帘啊 稍微的飘了一下 要知道这个厕所是没有封的 走廊窗户也关着 这门帘一飘啊 就好像有人一聊帘 就进来了似的 我尿到一半一紧张 我这尿都停了 这绝对是有东西啊 但是我知道 我越怕它越不行 我就硬着头皮啊 使劲挤 把这尿给挤完了 然后慢条思理的系裤子 明明非常紧张 可是还是故作悠闲啊 装作很自在的样子 走回寝室 这一路上是没有声音跟着我 要是真有东西啊 估计是停在厕所了 这就是我一次亲身经历 还有一次啊 是在2017年暑假补课时 暑假补课呀 不是说每个人都去 我去了呢 寝室里边就我一个人 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总听的这个操场上 传来一种唢呐声 而且总是半睡半醒之间 才能听见 睡着了听不见 醒着也听不见 我对明月也没有什么研究 也不知道它吹的什么 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出病的调子 但是毕竟是半睡半醒啊 我就以为是做梦 一连好几天都这样 后来在这个补课班级里啊 我就跟他们吹牛 说句事 我这话音刚落 有一个挺柔弱的女孩就说了 啊 唢呐声 我也能听见 但是你认为是做梦 我知道不是 我说啊 你怎么知道不是啊 因为我从小就是灵异体质 就是阳气弱 我家那些亲人 死去的亲人 经常来缠我 所以我一听这声音就知道 肯定是有东西 不过你也别瞎想了 你别想就没事 说也奇怪 自从我们谈完这事以后 我再睡觉 这唢呐声就没了 再也没听过 还有一次啊 是我们三个男同学 一起下了碗自习 去倒垃圾 倒完垃圾 拿着工具回来 就突然觉得身后有点不对 但是又说不出来哪不对 好像有人跟着似的 但是刚才一转身 明明没有人呢 我们三个人呢 就同时的互相之间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就是心照不宣的 不对 肯定不对 什么叫心有灵犀啊 三个人互相一看 同时低头往前走 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越走心里越毛 最后不知谁喊了一句 跑 我们三个人撒腿就跑啊 都是练体育的 终于发挥出优势了 用百米冲刺速度 一六一二的跑步行驶 回来以后都累的不行了 哎呀 怎么回事 吓死人了 谁喊的 跟他谁喊的 是你喊的吗 哎呀 不是我不是我 他喊的他喊的 谁喊的呀 不是我喊的 你俩喊的 我可没喊 哎哎 等会儿 到底谁喊的 谁喊的 谁喊的 谁也没喊 哎呀 甭管谁喊的 能跑回来就是好家伙呀 还有件事呢 不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觉得挺不靠谱的 是我一个哥们叫王子强 他说呀 有天晚上上厕所 在楼梯口看见一个女生 这女孩穿着白衣服 在那站着 他走过去 他愣了一下 哎 他这么一愣 这女孩一回头 他发现这女孩眼睛是绿色的 哎呀我的妈呀 把他吓得蹬蹬蹬跑回来 回到宿舍 把宿舍人全叫出来了 说这男生楼怎么会有女生呢 绿眼睛 鬼 有鬼 出来一看 哪有鬼呀 哪有人呢 楼梯口什么也没有啊 大家都说他看错了 可是从这以后啊 王子强就发烧了 烧了一个礼拜都没来 等到周六时 我上他家看他 一进门啊 就发现 他们家请了一个老太太 这老太太呀 在那装神弄鬼呢 逼逼花花的 也不是干什么 比划完了 开始喊 王子强回来了 当时我一看 这不神经病吗 可是没想到 老太太喊完以后 第二天周日 王子强就好了 等到周一呢 来上课了 太深了 这什么原理呀 我是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老太太 是他们家哪请的高人 要说起高人呢 不能不说这个人 就是见孝时 请来的风水师 据说呢 当时挖出了好多棺材 而且基本上都深翻了 地下棺材 基本上都挖出来了 带走妥善处理了 但是有这么几个 当时风水师就说 这几口棺材别带走 要把它砌在食堂下边 所以说我们现在 食堂底下是有棺材的 原因呢 我是不知道 我琢磨着可能是 这食堂有火 有水 还有这个饭 有菜 这不就是祭奠吗 是吧 可能就是放食堂这 就等于说祭奠了 当然这是我猜的 也不一定准 这个风水大师 我后来见过 完全超乎想象 我开始以为是 破一啰嗦 弯腰驼背 戴一墨镜 八字胡 不是 这位老先生 得有五六十岁 精神绝朔 身材魁梧 穿着一个棕色糖装 裹着一条红色围巾 光头 而且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根本不像什么江湖人士 我见的时候呢 是校领导 还有投资学校的老总 就陪这个风水师啊 视察学校 校领导和老总这批人呢 平时特别屌 那成天都是拿鼻子眼看人 可是在这风水师面前呢 跟孙子似的 一个一个的 老鼠见了猫一样 特别顺从 特别乖 那种神态动作 我们看上都尴尬 都恶心 可是呢 就是这样 所以说 要么这老先生 风水水平是一流的 要不然就是他忽悠人的本事 是一流的 总之吧 绝对是一个师外高人 那么这就是这位网友叫顶问 他在学校里的一些灵异见闻 要说起高人呢 我这还有一个 这网友叫做逍遥自在 他就说了一个 他们年少时 他们庄上有这么一个高人 是一个驼背老头 他说呀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吧 他们庄上有这么一个驼背老头 据说是会法术 而且大家见过 怎么呢 因为那个年代呀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人人爱看大戏 在这个大戏开始之前呢 大家纷纷的从家里出来 带着小板凳 坐在戏台下 等着大戏开演 等这个戏唱到一半时 这老头呢 就开始开玩笑 他就抓一把瓜子 放手里边 摇来摇去 也不知念什么 念来念去 念来念去 往地下一洒 哗 再看地上 就出现好多老鼠 这帮老鼠在人群里边 窜来窜去 滋滑乱叫 把女人吓得 尖声大叫 男人一看 哈哈大笑 这戏还怎么看呢 大伙再一看老头呢 躲在一边 无嘴乐呢 乐得都不行了 那大家也拿他没办法 他也没什么恶意 就是爱开玩笑 还有一次啊 他又开了一个玩笑 那次是村里的兄弟二人 哥哥十岁 弟弟六岁 两孩子在庄上追跑打闹 一不留神 光荡一下 把老头撞了 哎哟 哎哟 这孩子 撞疼没有 没事吧 疼不疼 哎呀 爷爷 你胳膊肘创我脑袋了 你看 创脑袋了 我给你揉揉 疼不疼 疼不疼 没事吧 没事 不疼了 不疼了 这孩子 以后你看着点人啊 这也就是我 换一个人呢 都出事了 我问你 孩子撞着老人了 得说啥呀 爷爷对不起 哎 好孩子 没事了 回家吧 说是没事了 这孩子回去以后 睡了一宿 叫第二天起来 就发现 昨天脑袋上 长了一个鸡脚 明显是从皮里边 拱出来的 一摸呢 没有感觉 硬邦邦的 看起来材质像指甲 但是发黑 当不当正不正 还长歪了 孩子一摸 吓坏了 哎呀 我长鸡脚了 爹 你看我 你看我 长鸡脚了 这孩子父亲呢 是一个杀猪的 你看孩子 长鸡脚了 谁干 哎 这绝对是有法术 孩子 你昨天碰没碰见 咱村的老头 啊 碰见了 昨天我把他撞了 就撞到我脑袋上了 撞哪了 是不是撞这了 就是长鸡脚了 还真是 昨天就撞这了 啊 那你道歉了吗 我道歉了 我说爷爷对不起 他说没事 就让我走了 嘿 这父亲就发了 明明道歉了 都说没事了 怎么还下法术啊 其有此理 我去 这父亲拿着一把杀猪刀就去了 到图被老头放箭 咚 把这刀往桌上一多 老头 这事怎么办 怎么办 老头呢 都没多问 啊 你是为了令公子的事来的吧 哎呀 大侄子 别担心 我就是开一玩笑 我跟你说吧 我这法术啊 也不是百事百灵 必须得是有资质的孩子 我才能灵呢 行了 这你小孩啊 也得到教训了 让他过来 我给他治好了就得了 图被老头啊 用水瓢 咬了一点清水 喝到嘴里边 嗯 痕了几下 就往孩子头上 这脚上一喷 用手一抹 再把手拿开 哎 脚就没了 孩子额头光滑如初 好了 哎呀 孩儿啊 跟你闹着玩呢 别害怕啊 以后注意点啊 没事没事 磨磨磨 下不着 这时呢 他父亲气也消了 哎 我说 老人家 刚才你说 得有资质 还不是百事百灵 我这孩子有什么资质啊 哎呀 这种资质啊 可不是每个男孩都有的 这个叫做头脚争容之相 你得有这命 才能映出这个相来 既然我这法术 在这孩子身上灵了 就说明这孩子以后 能做点大事 在社会上能够露出头脚 指定错不了 大侄子 你就放心 这孩子以后是个人才 你就瞧好吧 结果呢 还真别说 这孩子长大以后啊 真就是干了一点相对大的事业 自己开了一个私人的运输车队 手里资产呢 没有上千万 也有几百万 他算是我们村里输去的 最有钱 最成功的人士了 看来这个头脚 争容之相 还真不是盖的 那么这就是这位网友 逍遥自在 他们装上的一个高人的故事 好了 那么时间也到了 咱们今天的仙人鬼谈 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对类似的故事感兴趣呢 可以搜索 唾仙人鬼故事 来到我的专辑里 收听我每天更新的节目 我这边呢 有古代故事 有现代故事 有听友的经历 定位呢 就是睡前故事 跟一般的鬼故事不一样 听完以后啊 心情舒畅 能够睡一个好觉 那么本期的 怪谈百欧与周日党 仙人怪谈 就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